大家好 想要了解一座城市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 早逝可谓不是一个好地方呀 早今天我带大家看一看青岛的早逝吧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青岛人一日三餐的主食 馒头花卷 有小米的还有粗粮的 样式繁多 价格在一块钱到一块五毛钱一个 热气通通刚刚才出锅 看上去让人非常的有食欲 青岛人在挑选海鲜的时候 不要求海鲜的个头大小 而是主要是看海货的新鲜度 当然了野生的最好 像画面中的小带鱼 青岛人又叫它刀鱼 别看它个头很小 但是青岛的大粮就是喜欢 十一块钱一斤 老大爷告诉我这是干干捕捞的 比冷酷冰盘里面的海鲜 口感上要好很多 在旁边还有一些新鲜的老板鱼 八代烧 听名字就让人很好奇 也不知道这样的海鲜做出来好不好吃 这个季节还是主要以冰冻的海鲜 看看这是从董库里面 看看是不是跟刚刚上岸的那种刀鱼 没啥两样 但是价格上差异很大哦 这种刀鱼一般就七八块钱一斤 这个季节养殖的贝类海鲜还是比较丰富的 不过不建议购买画面中的八代烧已经死了 而且泡过水 颜色泛白 即便价格再便宜也不能买 本地的薛大爷告诉我 吃海鲜一定要吃新鲜的 个头小点没关系 但是很多海鲜一旦死了就不新鲜了 尤其是过了好几天 回家一煮都碎了 多便宜也不能买 眼下正值啤酒节的旅游忘记 如果您有机会来青岛 不妨来这里转一转看一看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